像我們這次有推出這個霸杯 大家去想像說我們現在這個市長 在228這麼重要的集會致詞 到底要是不是前一天也是喝醉了 我們每一個商品其實必須要跟所謂的符號意向 跟罷免相關的這些做很高強度的連結 像我們這次有推出這個霸杯 這裡面我們有六個杯子 其實它就是我們一般到這種燒烤店的一口杯 就是很台灣代表的 那裡面當然就有一些比較有趣的一些文字 譬如說就是寫個霸 罷免的霸 或是勾霸的 霸下去 去霸個水等等 那我想這樣子的一個部分 只要是跟大家去想像說 我們現在這個市長在228這麼重要的集會致詞 到底它是不是前一天也是喝醉了